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撤回停办 原校毕业 解散董事会 道江学院的代理校长在5月14日的时候 吴玉景召开记者会 宣布我们学校即将要在7月的时候 就要停招停办 什么意思叫停办呢 也就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都不留 通通清出校园 代理校长这样一个无预警的声明 事前没有跟任何的学生沟通过 前一天才告知学校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的讨论 所拟据的停办计划 没有任何人能够检视或表达意见 私自就对外宣称 学校即将停办 要求私生清空 这不只是道江自己的事情 这件事情 是我国现在私校退场政策的市经史 消息传出我们很多老师也在问 学校是可以自己说停办就停办的吗 学校停办不是要经过教育部核准吗 为什么这个学校可以还没核准 就自己开记者会宣布停办 甚至在校内就把私生清空呢 这样子没有违反私立学校法吗 这也是我们要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 我们要强烈的表达 目前道江学院私自宣布停办 甚至停办计划根本还没有报布 也还没被核准前 就偷跑 试图生米组成手法 把私生要求学生赶快办转学 或者办退学 老师赶快办离退的做法 完完全全是违反私立学校法的 教育部应该立刻查处 学校既然要通开招生 学生是经过你们招生招进来的 你本来就应该要有责任 让他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的教学品质 以及在修业年限可以继续就读 你非得要退场的时候 你也应该只能先做停招 也就是不招新的学生 学校里面已经既有进来的学生 可能是大二大三大四的 你要让他能够继续正常上课 修完学分就可以毕业 学校停办后 学校的董事会解散了吗 根据我们了解恰恰相反 许多的学校以道姜为例 还有1700个学生 70位教职员 学校的资产还有9亿元之多 草草停办实际上他们在图谋的 并不是说因为学校真的才会有困难 他们在考虑的是把学校私生清空 停办了之后他可以改制改办其他事业 让过去辛苦由私生政府补贴人民纳税前免税 累积而成的巨额的校产9亿多元 成为这个董事会可以自由支配的囊中部 我们目前已经得到听说了 即将要做的计划是 改办为贵族私立小学 改办为长照机构 以及经营所谓的社区大学 我们觉得很荒谬 要办这些事业也不错 但是你原来的本业没有办好 你原来的本业拿了3亿元的政府的补助 累积了9亿元 你没有办好是用把他们随便清光的方式 以后你开长照 欺负学生会难让你去欺负老人吗 我们今天的诉求很单纯 总共有两点 第一点 道江应该要撤回停办 道江如果非得要退场 也应该是先停招 等到学生原校毕业才能停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从总统即将引显示 道江的董事会显然是无心半瘸 巨额累积的资产 不应该被这样的一个董事会滥用 所以我们呼吁政府应该立刻 依据私立学校法 启动解除道江董事会的职务 改派公益董事 接管董事会 派入公益校长 来保占我们现在既有私生的权益 我们要求的这一个原校毕业 真的做得成吗 其实跟大家报告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推算 道江的校长 按照他们自己公布的 会计师查而获得报告 学校资产都还有九亿元 主要是土地跟不动产 都还有九亿元 其实要让学生原校毕业 只要让同学现在最年轻的是大二 再念三年书的时间 三年书 对大三的只要一年 大二的两年 现在大一要升大二的三年 三年的时间 让老师有机会可以转嫌 转任他校或者退休 让学生可以原校安心毕业 要花多少成本 其实只需要学校用自己的校材 九亿元 由教育部的转退基金 每年融资三千万元 学校的学生学费 以及原本的奖普助款 三千万元 总共六千万元 就足以支付 道江实际上现在只剩 不到七十名教职员的薪资 以及学校正常营免的费用 所以学校也对外宣称 他提供了两千万 作为这样的优退基金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要严正的驳斥 这是他法定的义务 而不是他的私恩 实际上我国教育部已经明令要求 学校任何做停办的时候 都要发放优退基金 而且要求比照劳工办理 也就是每一个年资要给半个月的薪资 做优退基金 那道江的老师多数而言 应该工作年资达十二年的 就可以领六个月的薪水 少的话大概看几个月 假如平均以四个月来看的话 实际上七十个教职员四个月的薪资 也绝对超过两千万 所以他只提供了两千万 搞不好还不够 而且这是他的法定义务 而不是他的食恩 更何况道江不一定会在七月底的时候 要停办 学生都还在 他其实应该让大家继续念到结束为止 也许是三年的时间 你要付那个薪水 但是他利用宣称停办的方式逼老师 又让他以为不签就没有优退金 所以大家陆陆续续被帮签下去 但就有了解 他们如果知道 有机会继续教书来带完这些学生的话 他们会愿意留下来 还有今天我要上来的路上 其他的同学跟我讲说 燕玲 为什么我收到讯息说 你们现在是教会的学生 有人在查了 只要有安置的学校过来的话 你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人家不收 我不希望这些不实的谣言 造成一些同学的恐慌 他们不知所措 我们是要来念书的 我们不是来做你的政治筹码 学校用我们自行选择自行准学 或者是接受安置转到其他学校 然后看到的时候我非常生气 学校怎么可以这么的不负责任 学生都还没有毕业 怎么可以说废就废 如果说要选择准学 那势必一定要重修所有的专业学分 或者是降级 表示不能准时毕业 凭什么一句要停办 然后让我这两年来的付出 的心血时间 时间还有金钱都化为乌有